像在破爆的AE應該要很強會是這樣的 因為我看一破爆走的路線 你們可以拉到的廣告應該像是國片或是藝術電影 或是一些年輕人會比較喜歡的東西 這些廣告主會想要放在破爆 覺得破爆舞者會對這些感情圈 或是像通路這個部分 我們之前好像看到破爆有幾其他的後面的廣告說 如果各大專業消費系統你有需要的話可以訂閱破爆 然後我可以送到特定的網路 就是通路的部分跟廣告的部分 像我現在經營EESBOW社團 其實知道這都是很現實的東西 像這個東西能多談一點嗎 我們跟AE其實工作很久 他非常知道meach 他知道怎麼樣跟廣告主要邀請 這完全是一面 就是說我們現在有很多略視 可是我們的優勢是我們可以直接看到大學校的 因為很多話很難 所以我們很好用的話 然後其實那些人 經濟廣告AE其實比記者還了解現場 還了解所有電影的發行公司 他們的經理是誰 然後演員是誰 然後問劇團的海經理 問他們的公主也經理 其實他們非常的濕 所以我有時候覺得我們的廣告AE是我們很好的Source 就是新聞聯絡卵 它不是只是拉廣告而已 你知道才可以把這個team組在一起 我覺得說如果你只是把它分成兩組 一組是生產一組是再生產 我說一組是生產文資 你這個不會是個team 所以我們很多記者其實都要 然後有時候要請教那個廣告AE 問他們說 你現在他們兩個都覺得怎麼回事 可以幫我們分享什麼 那在生意上我會有一個說 就是如果這一期呢 是有這個廣告商看 那我們就不要這一集罵 那我們可以下一集罵 真的 因為我們送報紙的時候 譬如你看廣告 我會送你你這一集的報紙 廣告商不是人會看到下一集的內容 他當然不會看 所以 我就是用這種很奇怪的朋友码 可是他如果他真的有效 就是 你這集就不要罵他 你就 然後下一集在罵他 他可能就忘了 這是很實際的 什麼的 然後 各位 我們那時候 我們那時候從要錢 變成不要錢的時候 我們談了很多通目 這通目是一家一家產物 我那時候親自跟我們的發行 這樣子一家一家點討 就是去咖啡廳 去大學校園 去成立 所以一家一家談 然後從 完全從台師大十幾個點 然後變成全城 我們那時候最多有到八百點 非常的大 每一個點都是我們打電話 慢慢談 後來 你只要學校有談電了以後 他會附近很多人會去找 他們會做一些工作 就是你大概建立三百點以後 其他點都慢慢來找你 可是前面的三百個點 可是你要一個一個去談 而且我們那時候有很多 現在比較少人 現在有很多始終的讀者 以前我們校園也有破包團隊 他們自己會拿破包排好 然後就跟校園分 所以我們以前有很多那種Fans 現在比較少人 以前 我們有一陣子 非常religal 比較強悍的時候 所以每個大學都有那種秘工 會幫我們發爆一下 所以我們那時候 就進到每個校園 會很不錯 然後最近那幾年 可能大學生也太大 大學生變得比較聰明 不像以前那種笨笨 會幫我們免費做事 你知道嗎 這個就很清楚 這是一個點 我那時候就 我跟我的發行兩個人 然後就一個點 然後就一點點 然後就一點點 然後那時候他們不知道 什麼是雜誌型的報紙 你知道對他來說不是報紙 只是雜誌 所以它有點難歸類 像這種東西是 就是我們做了很久以後 大家才可以接受 然後像爽報跟雜誌報 就突然收割 因為大家都習慣 什麼行事 我就說真的啊 這種 歷史就是這樣 林智英以前 有透過她的肚子 打電話給我說 她想要買貨包 我那時候不知道 要在堅持什麼 早上就賣你打電話 我就不會那麼累 來看看 拍照 走 要在堅持什麼 你戉呈我可以留意嗎 買生物 就這樣 谢谢观看